新北三重祖孙三代灭门案 涉案女婿坦诚杀人 但功称的杀人手法 却与验尸结果不符 灭门案凶手被捕后 称希望判死 7月下旬大法官将对死刑视线 苗博雅王婉玉死刑行不行 深度对谈 准总统赖清德520就职大典倒数 国民党立委集体缺席 县市首长却表态出席 国民党内不同调吗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邵方杰 重大社会焦点先来关心 新北三重祖孙三代灭门案 涉案的张姓女婿初步坦诚 因为击欠了上千万的赌债 他不满他向岳母借钱 还遭到数落 再加上又怀疑妻子外遇 为了钱财 为了感情 对这一家人都怀恨在心 所以分别在5月1号的深夜 以及5月2号的凌晨 徒手勒脖子 杀害了妻子跟岳母 接着又一不做二不休 再对年幼才三岁的妻子来下手 今天上午嫌犯被依杀人罪 移送新北地检 检方在询问之后申请羁押 但是他落网至今 从未表示后悔或道歉 还说自己也不想活了 希望能判处死刑 涉嫌杀害祖孙三人的张姓 女婿十三号被依杀人罪 移送新北地检署 检察官训问后 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 在警局时还一度谈笑自若 但出现在镜头前却面无表情 张姓凶嫌犯案后至今 一句道歉都没说出口 祖孙三代解爱犬糯米 开心合影 过去一家人出游 即便嫌犯没入境 但从文字中可以看出 一家和乐融融 如今却只剩追忆 据了解嫌犯因沉迷囚板欠下千万赌债 不满向岳母借钱遭鼠落 再加上怀疑妻子外遇 有了嫌隙怀恨在心 一样深夜先徒手勒比妻子 二号凌晨四点再对岳母下手 清晨七点更亦不作恶不休 杀害年近三岁的妓子 一丝感情加上金钱纠纷痛下杀手 嫌犯落往后还变称妻子曾表示 生活过得很累才会先对她下手 而为了不引起注意 反而后她拿走妻子及岳母手机 回复LINE讯息 营造两人活着假象 直到九号及十号岳母及妻子手机 接连关机找不到人才彻底曝光 那时候有跟妈妈讲说那不然你录影 至少让我看到你的人了 让我放心一下 一样没有做这东西 她说她手机马上就黑掉了 嫌犯办十五天后拿着往期十几万现金逃往台中 事后还透露逃往前的空窗期 都在思考人生方向 如今只希望能够被判死刑 从头到尾 似乎对于杀人毫无悔意 那些行径实在令人不寒恶力 今新闻综合报道 监警在今天下午解剖死者的遗体 要厘清三人确切的死因 因为在初次相验的时候 三具遗体身上都没有明显的外伤 但是皮肤却呈现樱桃红色 看起来有点下毒的迹象 但是凶贤公称的却是徒手勒臂 这样对照起来状况不太符合 所以死因还有待确认 而死者大女儿也现身殡仪馆馆 抱着母亲的爱犬到场 要让他们见最后一面 法医和检察官再次来到殡仪馆 要对祖孙三口命案的死者遗体 进行解剖 因为杀人的死因和张姓女婿 向警方公称的行凶手法 有点出入 家属不发育走进解剖室 大女儿手上还抱着母亲的爱犬糯米 似乎是想让他们见最后一面 而检察官出示香烟时 遗体没有明显外伤 但皮肤呈现樱桃红色 跟一般徒手勒臂的状况不符 怀疑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死亡 樱桃红就是缺氧的关系 如果里面有一氧化碳会更明显 有氢化物会更明显 会更粉红色 所以有很多可能 像氢化物、窒息、一氧化碳中毒 还是冻伤 专家解释一般遗体呈现粉红色原因 可能有很多种 并不能单靠颜色来判断死因 至于死者身上没有明显外伤和掐痕 也得从这个地方再下手观察 据了解发现三人尸体时 恐怕还要等解剖结果彻底出炉 才能完全釐清 立法院今天由院长韩国瑜召集朝野 行商 讨论邀请准总统赖清德国情报告 但是三党花了三个多小时 去争执这件事 到底有没有违宪 最后只达成了三点共识 包含了蓝绿白分别要推派人数九九二 然后这个顺序是民众党 民进党 国民党 然后每一位委员有六分钟的发言时间 至于其他的细节 包括要不要统问统答 还有日期等等 要再等到星期四的朝野协商再战 赖清德就职之后 立法院将邀请他来做国情报告 到时候就会从正门来进入 所以现在不管是旁边的草丛 一直到动线等等 保六以及立院都已经进行沙盘推演 创下历史记录 朝野三党难得有共识 让总统进立院国情报告 但协商一开场先吵架 民进党团支持 曾任国大代表经历过李登辉 国情报告的中嘉宾宇慧发言 但因为他不是党团干部 遭韩国瑜拒绝 黄国昌也反对 你以为比主席还不良 你以为可以跟我出去 着力想起来 我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那个到那个着力 还是记者 还是人家派来的 柯总统你今天请中嘉宾们回来 你没有跟我先讲 那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样 弄得我很尴尬 我不会搞这个事情 弄得我很尴尬 韩国瑜难得激动 但苦的还在后头 国情报告案三党争执 流程时长日期等细节 三个多小时 没完没了 朱镕泰率内阁 进行施政总报告 这是优先 因为这是立法院优先 主要监督的对象 他希望行政院院长 先来接受总质询 觉得没有什么不可的 总统没有先来做国情报告 你觉得这对总统 是情何以堪啊 国民党认为 总统国情报告后 再行格魁施政报告 民进党则相反 至于主题 蓝营层面较广 绿运则判聚焦国安 报告方式 蓝绿白各有想法 国民党倾向 三问一答或五问一答 民进党支持统问统答 民众党希望以党团 依序问答 炒鸭炒 最终院长韩国瑜 跳出来初步总结 蓝绿白分别推派人数 九九二 顺序为民众党 民进党 国民党 但每位委员 到底要五分钟 还是七分钟 眼看僵持不下 国刑报告初步定案 其他细节 只能等三天后再协商 警察李廷胡克强采访报道 不过五二零的就职大典 倒数一个星期了 身为最大在野党的立法院 国民党团 却早早就拍板 立委要集体缺席 而蓝营就只有台中市长 卢秀燕 跟立院的副院长 江启臣表态出席 也引发外界质疑 是不是国民党里面 是不同调的 我已经请我的同仁去联系 看是否能够调整 事件行程 被三度追问 五二零总统就职典礼 去不去 明明前两次还坚持不出席 这回蒋万安竟然急转弯 听到自家蒋市长改口 拉着篮尾集体缺席 五二零的复婚旗 脸都垮了 不只蒋万安 卢秀燕江启臣也不跟风 就连党主席朱立伦 都没把话说死 我们上个礼拜五的下班的时候 已经收到了 谢谢总统府的邀请 我再次强调 朝野的合作不会取决于 是否参加典礼 只要民进党愿意展开心胸 我想不止朱立伦 大家都愿意来庆贺赖清德就任 没有故意要跟党团不同调 朱立伦把球丢给赖清德 毕竟缺席四年一度总统就职大典 不只被绿营骂说 美风度平面媒体社论直言 倘若杯葛五二零国民党将成 历史罪人 520大典前夕要化解朝野对立 恐怕也得看赖清德如何接招 靖新闻师优伟 徐荣又采访报导 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的 其中一个争议案件 就是金华城的容积奖励 从三百九十二暴增到八百四十 蓝绿质疑柯市府给威京集团 不合理的容积奖励 是否有徒利财团 柯市府前顧问张艺山还爆料 说柯文哲在任内多次的见过 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会特别用签公文的时间支开随护 然后单独的去跟其他人见面 所以批评柯文哲 根本没有做到公开透明 不过柯文哲今天否认这番说辞 他说讲话要有证据 隔窗户远关金华城火警 二零二零年柯文哲这张隔岸 关火照被沿上幕僚 马上下架处理 没想到些人后 又因为金华城烧出 柯文哲任内更多连阵黑洞 安排一些私人会面的时间 在白天的时间 那不止在白天 他甚至在晚上的时候 我们在做行程安排上面 都可以看到 柯文哲会写一个私逗号 安排一些私人会面的时间 前市府顾问核前核心幕僚 近期一一跳出来爆料 说柯文哲在市长任内 多次私下会见金华城 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行程安排上会特别选用 市长的签公文时间 那签公文时间就非常有弹性 就是可以在办公室办公 当然可以见到许多的人 而这些安排都是由柯文哲 自己在做接触 跟自己在做安排 因为局处的安排 都会按照一般的流程 来上这个匡列市长时间的一个公文 这个部分连阵或者是正风 都可以要报备 可以查得到 偏偏北市正风处长证实 柯文哲会见威京小省 根本没有连阵登陆 最查不到的原因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他用了所谓的公文安排的时间 公文 签公文的时间 安排见面 跟这些所谓的财团的老板来见面 那讲话要有证据 我的薪水有叫签公文行程 我要写就写 写信面就好 我要签公文 民众党反击建财团 不等同有弊案 精华成容积率 在柯市府任内 从392%暴增至840% 蓝绿毛起来办案 毕竟这句话柯文哲 老爱挂嘴上 开放政府全民参与 公开透明 是我这次选战的主轴 进行文综合报导 由台北市议会组成的 金华成容积为师案 专案调查小组 今天上午开会 过程没有公开 而专案小组的召集人 国民党议员游淑惠 在会后受访 说明了关键的决策 转弯细节 包括了金华成 没有提容积奖励 是柯市府自己送上了 百亿容积 等于要五毛给一块 然后民众党就再次重申 说柯文哲任内 绝无不法 现在就宣布开始开会 金华成容积率专案 调查小组 十三号上午 第二次开会 就相关资料进行讨论 仅要两点争议 带厘清 包括行政诉讼进行中 持续推进容积案 连北市府胜诉后 容积案都没暂停 我们一方面基层同仁 正在打仗跟在行政诉讼说 我们没有错 然后一方面辅级长官还接受人家的 陈琴说 怎么样给你们补救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神经错乱的 一个行为 会凸显就是当时的柯市府的政策决定 是非常混乱而且不符合常理的 在客市府打赢诉讼官司后 照理说金华成的成情就无需理会 但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号 都委会开会担任副市长的彭震生 才是拿掉补救程序继续走 犹如失速列车 靖新闻求证当时担任主席的彭震生 但手机进入语音信箱 柯市府到底有无自送百亿融机给金华成 下周议会将邀学者釐清决策 转弯过程 进行我们 黄轩 陈信瑞 采访报道 台股今年真的是金金涨 从年初至今指数大涨三千点 涨幅位居雅股第一 今天不止盘中大涨 两百点 直逼两万一千点大乖 收盘也再度刷新历史新高 台股今年涨势强劲 光是十三号这天一开盘 就大涨超过两百点 指数站上两万零九百三十三点 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离两万一千点也只差一步之遥 尽管收盘小小拉回 收在两万零八百五十七点 依旧创下历史新高 最大贡献当然少不了 护国神山台积电 早盘上涨二十三元 差一点就突破天花板架 再加上航运三雄上演大反攻 万海连续三个交易日 亮灯涨停 阳明也跟进 拉出两根涨停板 长龙涨幅超过百分之六 航运股爆量大涨 小股民都在问航海王 又要开船了吗 台股今年堪称亚洲龙头 截至五月十号 加群指数累计涨幅超过百分之十五 超越日经指数百分之十四 也大幅领先香港南韩新加坡 成为亚洲股市表现第一 短短五个月大涨三千点却有股民直呼 毫无感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经济也没有到那么好 我觉得到年终说不定可以上两万三 纯AI的股票 或者是真正反应在营收获利上面 它才有持续上涨的一个动能 去年十二月底至今台股市值暴增超过九兆 换算等于每位股民大赚七十多万 但九兆当中台积电一档贡献三兆元 扣除台积电一人只赚二十三万 也难怪即便台股一再创新高 还是让股民直呼根本是台积电一人五零 新新闻 大法官针对死刑是否违宪 在四月二十三号在宪法法庭举行了试剂辩论 让支持或是反对 废死再次这个成为民众讨论的议题 那在这之前死刑在大众事业里头 最近一次的讨论 应该是今年大选前 立委选举中在大安区的候选人罗志强 对竞争对手苗伯雅的这个废死立场 进行攻击 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台北市 议员苗伯雅以及身为被害人家属 曾经要求法官对残忍杀害女儿的凶手 王景玉处以死刑的时代力量 主席王婉玉 我们一起来理性讨论死刑的存废 欢迎杨博雅 方姐好 大家好 欢迎婉玉 方姐你好 大家好 我们要先从死刑是否违宪 这个题目谈起 来看我们的报道 带着沉重脚疗迈向人生 最后一零路死刑存废 悬荡二十多年 如今大法官接受 台湾三十七名死囚 终于看到一线生机 这些像比如说马来西亚 在废除唯一死刑之后 其实是变成有一个程序 去重新审核 他们还要关多久 那有一个类似像非常上诉 或特殊的一个救济的机制 斯改惠和费死联盟 从二零零五年开始 决定采取申请事件方式 推动废除死刑 宪法法庭四月二十三号 展开言辞辩论 指示双方意见 犹如两条平息线 死刑的存在让国家怠惰 宪法法庭预计最快七月底 就会做出判决 而这其中的真意点 包括如果死刑核线 是否要线索犯罪类型 另外还要制定相关执行SOP 但若确定危险 那么就要讨论有哪些取代 制裁手段 以及其他的配套措施 立委们话说的保守 因为没有人想站在民意的对立面 根据统计台湾目前有八成左右 国民支持死刑而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认为以此方式 能让家属得到慰藉 另外一方面也将死刑 作为司法最后移到防线 不过一杀只杀 真的有用吗 杀人长命还是人权至上 在七月底宪法法庭做出宣判后 恐怕不是就此尘埃落定 反而会掀起另一波修法正义 好 台湾废除死刑 推动联盟执行长林欣怡 他在受访的时候他直接说我很难想像有一个国家的宪法会去说杀人是对的 那当然我们刚在报道中也看到了 在宪法法庭上有不同的专家学者 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想问阿苗 你自己的立场如何 核线或危险 我自己的立场 其实我认为这段期间有很多的争辩 让我有一个新的忧心 就是说会不会因为废除死刑与否或是死刑核线与否这个议题 那我们的自己的宪政制度 反而人民的信心受到动摇 我讲一个例子 就是在这个四二三宪法法庭辩论完之后 这个我国的立法院里面就有现任的立委罗志强 他就宣布说 如果大法官 关于这个死刑是否违宪的判决 跟他的意思不符合的话 他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宣告 他绝不接受司法院大法官釋线的结果 那我看到之后 我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很惊骇 我觉得这是一个宪政的危机 就是说立法委员公开的宣告说 我不会去接受司法院大法官的判决 那这个就是在公然的挑战 我们的权力分立 所以对我来讲 司法院大法官这个死刑的判决 他可以有三种结果 就是核线 然后这个违宪 或者是他用一种叫核线性解释 用线缩解释的方式 去让他本来有违宪遗律的条文 变为核线 就一个法律人来说 我觉得我在我公职人的位置上 我必须要接受司法院大法官裁判的结果 没错 姑且不论他合不合我意 所以我一直想跟社会去提一件 就是比是否废除死刑 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能不能够行政立法司法 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 共同来面对这个在 即使是大家认为先进民主国家 也觉得很困难的议题 我举个例子 像是在欧洲 欧洲人权法院 还有包括这个欧洲的整个的欧盟 还有人权公约的体系是认为说死刑 是不符合欧洲的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 所以现在欧盟全境都已经没有死刑 对 可是在美国的不一样 还是有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他曾经宣告过死刑 违反美国宪法 后来又宣告死刑 不违反美国宪法 即使是在美国这同一个国家 前后时间不一样 都还有核线跟违线的大逆转 那我们从横切面来看 美国五十个州 总共有大约十几个州 到二十个州是废除死刑 但是其他州是保有死刑 即使是在美国同一个国家 都还有不一样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 台湾当然一定有不同意见 但是在此时此刻 我自己的个人意见 不是最重要 而是在大概 我们现在录影时间 应该一个多月后 大法官会做出解释 而我们的立法院 是不是能够去根据大法官的解释 做出立法院该做的事情 不管他是核线还是违线 我们现在都不会知道 可是立法院 你守护宪政民主的义务 就在于你要依照 三权分立的宪政架构 做你该做的事 这个是我忠心 要对一百一十三位的立法委员 提出呼吁的 姑且不论 核线或违线 从刚刚报道中 我们也有提到 很多人觉得最后要回归民意 那刚好这几天的社会新闻 焦点就是三重区发生的 这个祖孙三代三师的命案 然后凶贤 居然是这个家里头 二十四岁的年轻女婿 然后落网之后就公称 他是因为缺钱 所以陆续掐死了妻子岳母 甚至是年仅三岁的妓子 那这样子的人在民意里头 可能会觉得他是要判死刑的 那我要秦婉玉 因为我一直觉得秦婉玉 谈这个题目很残忍 但是我还是很抱歉 必须要请你先跟我一起看一下 这一段画面 这个是小灯泡案件 在二零二零年高等法院 更一审宣判之前 你的诉求 身为母亲 小灯泡让我变得勇敢 我们努力走完 到来不及参与的人生 缺乏病逝感 且对于治疗的态度消极 因此再度的发生了高危险的风险 绝非被害家族所能够忍受的 所以我们请求法院 给举行的判决 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我们最想要的 当然就是小灯泡从来没有离开 一命抵一命 是对小灯泡生命的侮辱 再回心里 小灯泡的生命 绝对不会与王先生的姓名等价 好 其实这一句一命抵一命 是对小灯泡生命的羞辱 在这之前二零一九年的时候 你也说过 是 对 然后今年 你也有在提出说 小灯泡的生命 跟行凶者的生命 绝对不是等值 我那时候比较意外 是很多网友去炮轰 这一段说 说你是假正义 用孩子的生命来换取权位 坦白说 首先我不太懂网友的这个论点 因为对我来说 我也会觉得命不等值 这么粗糙的做法 我觉得有点草率 但是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聊 你所谓命跟命不等值的意思 在你的定义是什么 我想其实扭心而论 就是问每一个人说 那你觉得孩子的生命 跟凶手的生命 是不是等值的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觉得 他不不等值 那对我来说 当然更是 因为孩子的离开 其实是带来非常重大的伤痛 但是我们对于凶手 我们其实更希望能够知道的是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说如果凶手今天离去了 我就得到我要的正义 又或者是他就能换回我的孩子 所以对我来说 他当然是个不等值的状态 那我想这是其实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说法 只是回到刚刚提到说 其实还是这几年来 一直都有人在抨击说 我们透过消费孩子而换取了权位 又换取了利益 我想其实问每一个做爸妈的都能够很清楚的问他说 如果你今天可以用你孩子的生命来换取一个位置 你愿意吗 我认为大部分的爸妈 又或者是几乎所有的爸妈 一定都不会说愿意的 因为毕竟孩子是我们怀胎十个月之后生下来的 那孩子离开 我们只能面对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不论是说是一命换一命 就能够是代表所谓的正义吗 我觉得对于我或者是其他被害人来说 其实我们在这几年也接触了一些被害人 我们很多时候想知道的是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到底为什么我的孩子会离开 又或者是我们未来 有没有可能让这样的事件减少 这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换得到的正义 所以其实你觉得快速执行死刑 可能会让我们减少了去认识这个犯罪者 他为什么会这样犯罪的动机 这个社会做了些什么导致这样子的结果 可是如果当获得了答案之后 你就会觉得你还是希望这个凶手被判处死刑吗 我想应该是回过头来说 就是当时我们在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的确在这件议题上面 有非常大的争执 或是从自己内心的争执 那我们也会看到说 可是国家似乎没有让我们有其他的看见 或其他的可能性 比如说作为一个被害人家属 对一个孩子的离开 我其实会有很大很大的担忧是 他真的回到社会上 会不会再为别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可是当我们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司法很期望得到的 就是我们对于量刑的检疫或是量刑的看法 并没有想要去讨论 为什么犯下这起事件 更没有告诉我们 他能不能回归到社会上 我们有没有相关的监护机制 我们有没有相关的辅导机制 我们的监所教化能不能发挥效用 所以对于我们完全不知道 可能性的情况之下 加上在他的精神鉴定的结果 也很清楚的看到说 其实对他能够复原的可能性 是非常低的 甚至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甚至整个家庭都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对于怀有巨大恐惧的我来说 我们可能只能诉求急刑这件事 可是我们也非常担忧的就是 一旦国家很快地判了死刑 又或者执行了死刑 那所有犯罪成因的追究 可能都看不见了 因为我们的确看到我国的司法 我国的系统裡面 很长的是只有到了判决宣判之后 好像国家就已经尽了所有的责任 如果当国家 比方说这几年一直在谈的修复式正义 可以让被害人获得更多的理解跟慰藉 那你就不认为他一定要执行死刑吗 因为在那个时候 你曾经说你觉得给予他急刑 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 这是基于你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案件的担忧 而不是基于你自己本身遭遇的案件的心情吗 其实刚才就提到说 我其实很希望的是能够看见犯罪的成因 然后在未来我们能够防犯未然 我想这是很多被害人的家属所希望的部分 那的确我觉得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看到 国家并没有努力这么做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 我愿意进入到立法院里面去 因为我觉得如果国家不能带给我威藉 如果国家不能还给我争议 那我就要自己来争取 所以不论我在立法院做的精神卫生法的修法 又或者是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的修法 又或者是监护处分的修法 我们希望的都是让国家应该要执行这些责任 那以前其实没有这样的角色在立法院 老实讲我觉得国家是怠惰的 他并没有积极在处理这些部分 那既然国家不做 我们就自己来做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阿苗 你认为很重要的是说 与其我们说要不要支持费死 其实更需要讨论的是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完善的司法制度 不论对被告 对被害人来说 他都可以一个 有一个更均衡的正义 然后是一个可以被大家都信任的一个方案 我想司法改革 是否废除实行 只是整个大的司法改革的大题下面的一个子题而已 那我们确实社会上对死刑有很多的期待 比如说我们期待死刑可以抚慰被害者 我们期待死刑可以恫 跟预防所有的犯罪 我们期待死刑可以达到这个 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安全的这样的功能 可是平心而论 确实实行可以带给社会很大的安全感 但是安全感跟真实的安全 毕竟是两回事 我们从非常多的 包括了科学的研究 专业的研究以及国外 不管是有死刑国家 是没死刑国家的经验 我们都发现第一 如果我们希望预防犯罪 那实际上最重要的是社会政策 我们的如何的能够降低犯罪率的关键 其实是来自于说 我们的社会政策是否正确 第二 抚慰被害者家属 被害者家属所需要的辅助 绝非是只有这个加害者得到严厉的惩罚而已 他所需要的真正的辅助 横跨了包括法律的经济的心理的 甚至医疗的这些层面都不是处罚 加害者就可以提供给被害者这些辅助 所以我要讲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说死刑 这个社会赋予这个制度很高的期待 但是实际上实行的功能 并没有办法达成这些期待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掉进一个很奇怪的死胡同 就是我们期待死刑有这个功能 那我们现在有死刑 那这些事情应该都做得很好 我们却忽略了要如何实际上去做好这些 包括被害人保护 包括犯罪预防 真正的功课 的确很多支持死刑的民众的一个看法 就是我有死刑 就是治乱是用重点 当我有了死刑 我就有安全感 我就不会发生这些这么可怕的犯罪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还是会有人一怒之下 就扼杀了三条性命 所以就像阿淼讲的 其实如果死刑的存在真的这么有效 是不是其实不应该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是这样子吗 我想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民众会告诉你说 是因为政府现在没有执行死刑 所以才导致了这些穷凶 嫉恶的不法之徒竟然胆敢犯下这件案件 那我们今天回归 实际上理性与感性 感性上当然大家会觉得希望穷凶 嫉恶之徒获得最严厉的惩罚 可能光是死还不够 最好能够五马分尸 或者是最好能够得到这个更加严厉的惩罚 这在感性上面确实是这样子 可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 应该还要带有理性的成分 我们什么在叫做理性的成分 有一句话叫做 不要把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 就是大家如果帮孩子洗澡的时候 水髒了你要换水 可是如果说你在换水的过程当中 就这样一倒 孩子也倒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针对穷凶极恶重大的恶性的犯罪 我们当然一定要有最严厉的处罚去对应 可是要有最严厉的处罚去对应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制度下 有潜在的代价 我要讲的东西很简单 你今天我们司法有良律的问题 有良律的问题 我想在场的所有人都没办法保证说 所有的死刑判决一定都是正确 好 那既然这样 我们就要来面对这个良律的问题 就说一千个死刑判决 或者是一百个死刑判决当中 我们可以接受多少是错的 我们可以接受一个是错的 两个还是几个 还是十个二十个 我们可以接受多少个 在大部分都正确 也只有少部分错误的死刑判决当中 什么是我们这个社会愿意接受的代价 每个人答案不一样 也许有人觉得说 一千个里面只要有九百个是对的 一百个错的没关系 至少我们把九百个除掉 剩下的一百个看谁去救他 对不对 那我自己是走过很长的一段历程 我曾经做过好几个死刑案件的冤案救援 我发现这些死刑案件的冤案 都有几个共通点 第一个共通点 在判决当时全世界都觉得他是最正确 找死有余辜 在判决当时 因为法官不会没事把无辜的人判死刑嘛 一定是法官觉得说 我也觉得他很可恶 社会都觉得很可恶 人人皆约可杀 所以判决死刑 这是他们所有死刑冤案的第一个共通点 第二个共通点是要经历漫长的时间 才有可能平反 江国庆案执行死刑枪毙之后 过了十几年 突然发现原来当初连DNA的检定都错了 苏建合 刘炳狼 庄林勋案 经过二十年 然后徐志强案 包括了这个还有一个卢正案 因为他是已经在被执行死刑 所以没有能够成功获得平反 那包括我自己从头到尾 投入救援的正姓責案 还有谢志弘 还有杜明雄杜明郎 你看我坐在这边 我念出了这些名字 他们都是已经经过法院认证 在实习二十年后方案 或者是非常有疑虑 可是因为已经执行死刑了 所以救不回来的人 OK 好 所以我们国家皆不接受说 这一些错误的死刑判决 作为死刑 这个制度必然有的副作用 我们是否接受这个代价 还是可能有些人的价值观 觉得说我宁可以其他的方式 来替代死刑 保留这个可能是百分之一 或是千分之一被冤枉 判死刑的人 他的一线生机 所以很多希望死刑 能够被废除的人 他不是要去护 那些这个罪行重大 恶贯满盈的人 并不是要去保护做错事情的人 也不是说去疼惜这些坏人 都不是这样子 重点应该是说 我们的最严重的刑罚 到底是要采取一旦执行 就无可挽回的政策 他可能会这个杀了九十九个坏人 但是却错杀一个无辜的人 还是我们选择我们最严重的刑罚 终身监禁 而在终身监禁的过程当中 有九十九个坏人 他是终身监禁的 但那个无辜的人 他有机会争取不反 我们在做的选择 并不是有人说是什么 你要错杀还是错放 没有 因为从来没有放出来 这件事情 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 也不是说这些做坏事的人 都可以在街上爬爬罩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那种 我非常理解说 一旦没有死刑 我们这社会的安全感 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有人觉得说这个不公不义 这个做坏事的人 没有受到惩罚 我们竟然看到媒体的标题 说哎呀有这个坏人 竟然免死或逃死 但实际上 你去看裡面的报道 他要告诉你说 判无期徒刑 终身监禁 那他也是一个非常 严重的惩罚 其实阿苗刚刚讲的 就是这个 你只可以从监狱里面 救出一个无辜的人 但你不可能从坟墓里救 因为死刑就是一个不可逆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部电影 他就是在演这个类似的状况 其實我問我個人的話 我本來應該是比較支持死刑的 我就是那個普遍民眾 我覺得我需要安全感的這種感覺 可是我就是看了剛剛這部電影以後 改觀 其實他的片名就叫鐵案疑雲 那我覺得臺灣的翻譯其實蠻好的 就是鐵案為什麼會有疑雲 那我們簡單講那個劇情 就是男主角是一個老師 然後他被控強暴殺人死刑定驗 在執行死刑之前 他就答應接受一個獨家專訪 然後這個記者在專訪的過程中 他就認定說 這老師有動機 有證據 被執行死刑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結果到最後最後發現 原來這個老師跟被害人一樣 他們都是廢死聯盟的成員 那這個老師是因為現實生活中 他遇到了一些狀況 有一點生無可憐 所以最後是兩個人決定一起殉道 他用兩條命去驗證說 就像阿苗剛剛講的 我就算一開始看起來最正確遭 這個死刑還是有可能是誤判的 可是我也想問阿苗 你剛剛提了這麼多冤案 尤其你後面提到這個杜氏兄弟 你在你的書裡也有說 這個案子到現在仍然是你公共服務生涯 裡面最大的一個挫折 而且支持廢死這個立場 我相信在今年的大選前 對你一定造成了一些程度的影響 但你現在仍然不會去避談 你還是去堅持這個立場 我想剛剛那個提案疑云 以前有沒有看過 但是我看的感覺是 哇 好可怕 怎麼這麼極端 那實際上這個包括提案疑云 為什麼我覺得對於立場很確定的人 大概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比如說支持死刑的朋友 可能覺得說你看就是這種極端的分子 故意要作戲 要騙過司法 那其實司法大多數是公正的 只是因為也許我的人生歷程當中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曾經一段時間參加過辯論社 那是否廢除死刑 應該是在所有辯論比賽裡面 很經典的一個題目 所以我有講過正方 也有講過反方 我是公平的去看過所有的資料 而且每次比賽 我們一定是想方設法的 要完善自己的論點 要來這個駁斥對方 所以是經歷過了一次 非常完整的思考之後 那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自己當然也是納稅人 我自己也是生活在這國家中的人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主張廢除死刑的人都住在雲端 所以他不知道 萬一社會治安敗壞會怎樣 但其實沒有 大家生活在同樣的一個社會 如果社會治安真的敗壞 大家是共同受害 不會去區分你的立場是什麼 所以對於我來講 是因為在臺大法律的教育人養成的過程當中 我們確實去看了相當多的資料 而這些資料能夠引導出來的結論 是其實無期徒刑跟死刑 他的在預防犯罪的效果上 沒有哪一個更好 兩個預防犯罪效果是一樣的 那再加上我自己個人的生命經驗 你剛提到杜鳴熊杜鳴狼的案子 那是一個在二零一二年被判決死刑 確定的案子 那後來在二零一四年馬英九任內槍決 在一審的時候 臺南地方法院是判決無罪 無罪的案例 最後會執行槍決 那中間當然有很多的曲折 關於說在中國的公安局所做的筆錄跟證據 到底能不能當成臺灣法院的證據等等 這個不論 結論就是這個案件 兩個臺灣的公民 因為從中國公安局做了所有的筆錄 到了臺灣的法院上面 被判決死刑然後槍決 那這讓我深刻的體會到 這個制度 這個制度 他固然處決了很多惡貫滿盈的人 但是在極少 極少的意思不是不存在 極少的意思是有 有極少的案例裡面 他會處決無辜的人 那這個時候對於我來講 我是一個中華民國 臺灣的納稅人 我認為以我所得知的所有的 這些政府預算的相關資訊 我願意接受將有罪的 有罪非常惡性重大的人 眾生監禁 以保留那個在一百個人當中 可能有一個他的平反的機會 一線生機 因為我也真的看過平反的 鄭信哲那個是從二零一二年開始 我就是因為成為他的志工 才一路走這一條路 最終他平反的時候 那是經歷了非常的漫長 包括一開始從監察院爭取 從這個最高檢查檢查總長來爭取 從這個法院來爭取 各種的爭取 後面有非常多的律師 包括剛才在婉遇的新聞的錄影裡面 看到後面的這個李軒毅律師 陳孟秀律師 集結了怎麼樣的律師團去 去說服最後成功把他救出來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子的運氣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不幸中的大幸 所以對我來說 一個理想的國家 當然是有罪的人 犯了嚴重錯誤的人 受到嚴重的懲罰嘛 但是無辜的人 他應該至少這個國家 要給他一線升級去爭取 他能夠平凡的權力 所以不是說廢除刑罰 而是以無期徒刑 以終身監禁來取代死刑 我相信臺灣是一個 可以去辯證這個議題的國家 應該至少有一個辯證的空間 而不是說你只要是這個認為 應該要以無期徒刑取代死刑的人 你通通都是在為壞人講話 你們都是壞人 我覺得這樣的政治操作 非常惡劣 無期徒刑 終身監禁 你在那時候街頭開獎 也就是有人去嗆你說 你支持廢詞的話 那你帶回去你自己養 對於這樣子 為什麼要納稅人照顧這些罪行 重大的犯罪者 這這個論點又要怎麼回應 這個大家如果是要存談經濟利益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存談經濟利益 以臺灣本土的經驗來說 一個死刑錯誤的判決 以江國慶案來 因為他已經槍決 然後來翻案 國家是付了一億元的賠償金 給江國慶的這個這個家屬 一億元 那麼我們的監獄 目前大概有六萬多個受刑人 其中的這個極刑死刑犯 大概是三十七位 所以我們的監獄 不會因為多了幾個判為無期徒刑的犯人 就大幅增加他的預算 十年前的資料 每一位這個監獄當中的收容人 他的膳食費 一年一年八千塊 一年八千塊 那當然經歷了十年 也許這個預證改革 左右成效 我們先不論 假設我們用一個最寬 最寬的最寬的成本 一個受刑人 我們每個月 每個月給予他這個五千塊的成本 好了 那一年一年就是屬於六萬塊 一年六萬塊 十年六十萬 你關一百年六百萬 關一百年六百萬 那跟錯殺一人就要賠儀比起來如何 就是純粹從經濟上考量的話 其實死刑並不真正便宜 我們再來看 比如說美國 當然喜歡講 美國是民主國家也有死刑 對 沒錯 可是在美國保留死刑的州 審判一個死刑案件的成本 比較高的州是高達十萬 數十萬美金以上 美國曾經有學術單位做過研究 為什麼審判一個死刑案件這麼貴 因為死刑案件 大家會認為絕對不能出錯 所以要請很多專家做很多的鑑定 然後大陪審團 這些種種的 還有包括律師等等 因為他如果沒有律師 你政府要指定的律師給他辯護 對 這非常龐大的花費 跟無期徒刑相比起來 再加上執行死刑 也是龐大的花費 因為在美國執行死刑的注射藥物 你要去採購特別的藥物 這些花費比起來 有些州甚至是因為經濟的原因 覺得死刑太過昂貴 所以大家知道 這裡是一個吊詭的兩難題 就是假設說我們覺得 我們必須要誤網誤重 惡貫蠻營的人要處死 但是冤枉的人不能處死 那我們審判的成本 就一定要拉高 因為一分錢一分貨 你要司法好 你就要給他最充足的成本 跟預算去進行這個審判 所以死刑他絕對不會省錢 如果剛剛不提經濟利益 那後面的題目 我們前面去講 有很多一直在講這個罪證 確鑿這件事情 當然剛剛提到的冤案 他是一開始以為罪證 確鑿後來發現不是 但如果以今天這個三重的三室案件來說 以現在看來 他可能也是罪證 確鑿因為他一下子 這個他的行蹤 他的軌跡 他馬上按後的這個自白 那如果我們現在說他罪證 確鑿 我們可能不會說他是冤案 但是像這樣子的狀況 他判死刑會不會比較合理 就是我覺得在這個選擇上 像婉遇你站在被害人家屬的立場 你看到這樣子的案件 你的直覺是什麼 我想當然我們對於事件發生之後 不只是我想社會大眾 其實會有很多人都有非常非常深的恐懼 覺得說好像如果不把他與世隔絕 我們就沒有辦法有一個安全感 我們就沒有辦法回到社會的安全上來說 所以的確有很多人說 我們判了死刑 我們執行了死刑 可以解決有問題的人 但是我們回到理性的層面上 當然情感上會覺得有很多的恐懼 很多的擔心 但是回到理性的層面上 死刑能夠真正帶來安全嗎 包括之前其實阿苗在路上 曾經談到的這個鄧如文的殺夫案 其實也是類似的狀況 因為我們真正希望的是 不要再有這樣悲劇的發生 那我們就必須要去了解 他為什麼會犯下這起殺人罪 那我覺得當然從我自己的角度來看 是因為我長期關心孩子 然後我也關心教育 所以我們有一種相信是認為 不會有人天生下來 我就是要做檢犯課 我就是要窮凶惡極的 通常一般人生下來 大概都是好好的長大 然後希望能夠平平順順 一定不會有人是生下來 第一天我就是我要來幹大事 我就是要來殺人 我想大家理解 應該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到底是為什麼樣的原因 讓他在一年又一年的成長過程中 一次又一次的生命經歷當中 導致這件事情的發生 這是我覺得我更在乎 我更希望去了解的 我覺得唯有我們真正能夠知道犯罪成因 而且要有相關的政策的配套 相關的法律來做調整 才有可能讓真正的安全得到可能性 而不是說只有把有問題的人解決 這樣我們國家社會就太平 我們就安全了 我覺得那是不可能的 其實剛才提到說 有人問阿淼說 如果你覺得你要費死 那就把他帶回家養 其實我們也會遇到說 你要研究他自己帶回家研究 為什麼要叫國家花錢來研究 可是我想問大家的是 像我們在推的被害人犯罪的保護 或者是我們在推的這個精神衛生法 我們希望能夠讓這些辛苦的人 能夠富貴社會 能夠有復原的道路 難道這些不是在為國家的安全 社會的安全在做努力嗎 所以這些犯罪研究 其實為的還是換來大家的安全 而不是只為我個人希望能到救 得到救贖或是得到慰藉而已 所以我覺得不論是從一個經濟的角度來看 又或者是從死刑的功能性來看 我認為國家都還是有很多不能避諱掉的責任 他必須要去做 包括瞭解他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未來怎麼樣防範未來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監獄不是只有把他隔離而已 還有一個很強大的責任 就是在我們監獄行刑法 第一條就有提到 他其實是有角質的功能 但是我相信現在去問大家 你覺得監獄有交化功能性嗎 我想大家有非常大 非常大的問號 有教化可能 我本能就反彈 是 可是事實上 我本來就要試圖教化他 是 那我覺得就是國家的怠惰和卸責 為什麼國家讓大家沒有辦法相信 我們的監獄是有矯正機制的 為什麼沒有辦法相信 他有矯正功能的 而我認為這些都是必須要去處理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透過這次的辯論 我們很希望的是打開大家去思考 我們如果希望能夠來討論死刑 是否違憲 前面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要求國家 去把很多應該做的事情 繼續的往前推進 而不是只有告訴大家 我判了死刑 我好像案件終結了 我的責任醫療 我已經給被害人爭議了 我覺得這是永遠不足的 其實婉遇在上任立委之後 就有在推動這個精神衛生法 跟這個飯堡法的修法 然後也增設了四十九個精神疾病者的支持據點 還有增加了一千名社區 關懷的訪釋人力 設立了七十一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你是不是會更多的去站在加害者的立場 去思考這個問題 不要他遇到的困境 他遇到的難題 那這對你來說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一種罪惡感 就是我去理解加害者 會不會有一種我背叛了我的孩子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其實不會 的確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作為一個被害人 你為什麼要去被加害人講話 但是我還是要回來說 我們在做的事情 是為了讓我們的國家更加安全 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好一些 那更加穩定一些 我們希望的是我們其他三個孩子 不要再受到同樣的遭遇 又或者是他們能夠安全平安的長大 所以當我們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想的是我們這些有需要的人 以及國家該做些什麼 我並不是站在加害人的立場去做 那某種程度來說 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司法的判決或者司法的過程中 很期待被害人能夠直接告訴我們 你希望執行什麼樣的量刑 你希望能夠判什麼樣的量刑 而不去問我們你需要些什麼 被害人所需要的 當然除了安全感之外 還有非常多非常多 包括心理層面的部分 包括我們希望能夠得到的正義 但是國家在這些路上 其實沒有讓我們有選擇的機會 所以當我自己在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我也並沒有 如同大家可能以為的崇高的報復 或是想像 我只是純粹的覺得說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們能夠平安的長大 我們就必須要讓社會更加安全 同時我自己也覺得這是帶給我自己的衛福 就是孩子的離開是沒有辦法挽回的事實 那我能不能透過這些社會倡議 能夠推動一些公共事務 讓我們的未來可以是更加美好 我覺得才是我覺得孩子持續在我身邊的一種象徵 對 所以我覺得我並沒有站在家人的角度去想這件事情 而是站在我們能不能讓一件一件的悲劇 發生之後 讓我們的國家更加安全 讓我其他的孩子有更可能平安成長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這些其實本來是國家應該要做的 所以我也不認為 我是消費了我的孩子去換回這個位置 而是我們很幸運 的確我們擁有這個曾經擁有過 立法會有的角色 而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個角色去推進更多 我們覺得國家沒有辦法給予我們的 當我們自己來爭取 其實我訪問婉遇幾次 我沒有跟婉遇說 我當時發生小燈泡案件的時候 我就住在距離案發地點走路五分鐘不到的地方 所以那個是我每天上班 我那時候在友台上班 所以我走路必經的 他對面是個修車場 我每天不是走這一邊 就是走這一邊 所以案發後我也拿了一個小玩偶去放在那家那個那個川菜館那裡 我那個時候覺得這個這個案件真的很恐怖 那再到我訪問婉遇的時候 我在家裡面還是看到了全家福的照片 還是有燈泡 我覺得很不容易的是 你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的復仇 想到自己當下情緒的慰藉 想到的是我還有得這三個小孩 還有未來很多很多人的小孩 大家都有一個安全成長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們在討論死刑的時候 常常出現一個論點 就是只有受害者的家屬有資格來談要不要廢死 那到底是不是受害者的家屬 看到加害者被處以死刑之後 他的心靈就能夠獲得救贖呢 二零一六年除夕夜 有一名男子叫做翁仁賢 他縱火造成了親屬跟看護 總共六死五重傷 那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判處死刑定驗 很快二零二零年四月就執行槍決了 我們找到他的家屬 先來看一下這段報導 一整夜鳴笛聲不斷 雲小房車救護車不斷來回穿梭現場 實踐是二零一六年的除夕夜 桃園龍潭這處民災突然竄出大火 造成正在圍爐的翁家三代同堂 死人重傷 六人不幸命散火害 恐怖的事 這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刻意縱火害命 雙手還是翁家的老妖翁仁賢 四字凶嫌羅網移送 讓全案進入司法審判程序 翁仁賢每每出庭時總會有驚人之語 除了面對媒體比出不雅手勢 更屢屢對法官嗆瞎 更顯示翁仁賢犯後 態度囂張毫無回憶 二零一九年七月最高法院認為 他以難再叫化 或有回歸社會 可能判處死刑定驗 九個月後翁仁賢強決伏法 成為憲法法庭死刑辯論前最後一名 被處決的死刑犯 但失去至親的痛對於被害人家屬來說 即使四年過去了傷痛還是難以撫平 想到來不及長大的一對兒女 淚水在眼眶打轉 他是翁仁賢三哥翁仁君 一夜之間失去雙親及兒女 唯一幸存的妻子全身嚴重灼傷 而面對痛下毒手的親弟弟 至今人士無法原諒 在這死刑存非一題符上檯面 心中的傷疤又再度被揭開 因為是受害人家屬 也同時是加害人至親 沃仁君一家在漫長的司法過程中 非常煎熬 即使弟弟已經伏法 但現在看著人權團體 一偏偏犯案動機剖析 甚至認為殺人犯不該死於子彈之下 讓他不僅想問無辜喪蜜的至親 又有誰會在乎 要死刑的這個案例 要做精神科鑑定 絕對不能只做一份精神報告 我看一次 憤怒一次 我覺得我對不起我兒女 如今37名死囚在大法官示現後 或許有可能獲得一線生機 但對於受害人家屬來說 在司法審判後的最後一里路 因為廢死議題在一起恐怕再也得不到 應有的公平正義 廢死聯盟這些人 你對社會的正義和公理 沒有責任嗎 其實我們該 我跟婉鈺私下在聊的時候 就是想問到底是不是加害者被處以死刑 受害者的家屬就能夠獲得救贖 這個問題對你來說 你思考到現在 你覺得如果王景玉現在被判死刑 被執行 你可以獲得救贖嗎 我想對於被害人們或是被害人家屬 能不能因為行凶者算了 被執行死刑就得到救贖 我想每一個人會有不同的答案 我也只能代表我自己 我沒有辦法代表所有的被害人家屬 但不過就確實是在這幾年來 我們接觸了一些被害人家屬之後 我們知道大家有個共同的疑慮 就是說到底為什麼會發生下這起事件 為什麼我的孩子會因此而離開 我的志情為什麼會因此而離開 如果他一旦被執行的死刑 我能不能得到救贖 我覺得對我來說 他並沒有什麼復仇或是救贖 因為孩子的離開 他就是離開了 不過因為他的離開 我就換回我的孩子 如果今天會因為他的離開 我換回我的孩子 那我絕對是支持 用這個方式來做處理的 那回到我自己身上 我覺得對於我能不能得到救贖 我還是會覺得每個人 對於能夠得到撫慰 或者是得到正義的方式不同 以我們家庭來說 其實即便是我家庭 我和我的先生 或者是我的孩子 或者是我的長輩們 其實每個人看待這件事情的方式 都不一樣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說 對他如果判了死刑 執行的死刑 我覺得這才有所謂的公平正義 的確是有一些被害人家屬 所以是這麼想的 那也有些人會覺得 像我先生 他就會覺得 他會希望去接觸 更多的被害人家屬 我們能夠一起互相走過 漫長路 對他來說是一個救贖 對他來說是一個正義 那對我來說 我覺得能夠讓孩子的離開 轉化成讓社會進步 改革的力量 去從事這些社會倡議 或者是設計社會改革 對我來說 才是我覺得所需要得到的正義 才有辦法去 不再去日日夜夜 思念孩子離開 而是讓孩子以某種程度 持續在我們的身邊 讓我覺得他好像 他仍然存在著 讓我的生命仍然長得到 一一活下去 我沒有辦法代表 所有的被害人 或是被害人家屬 那我也覺得 如果有不同的立場的人 其實都可以透過這段時間 會或者一直不停地來討論這個議題 我覺得稱出公共議題的討論性 是已經非常可貴 也很必要去做的 我有如此 我覺得國家社會 才有可能是往前推進的 我想請問阿苗 其實像婉遇者的經歷 那或者是像廢尺聯盟的心儀執行長 他說當時在湯姆熊割喉案事件之後 因為都是孩子 受害者都是小孩子 所以當他就會 尤其是小孩子的案子 會讓他面對特別多的 來自親友的一些責難 包括我們剛剛看到報導中 一直在批評 費死聯盟很扭曲等等等等之類的 那你自己在看到這個 尤其婉遇跟你又是同事這樣子 你這麼近距離地接觸到這些案子的時候 在就是剛剛我們有講到感性上 是不是很難 應該說也可以理解 支持死刑 很多民眾的這個情感面的部分 但因為是這樣子 情感是很濃烈的 你覺得這個臺灣已經走到像 婉遇剛剛也期待的 可以討論的空間的程度了嗎 在民主社會裡面 一個關於憲政法治的問題 本來就應該要討論空間 只有極權國家才會是一言堂 那我想每一個人 對於社會的公理 公益跟安全 當然有責任 那所以我也覺得死刑要不要廢除 這個議題 現在比較糟糕的是 他走向的好像是 這個是善與惡的對決 有一批人他就是為了要保護壞人 所以提出了這種天馬行空的想法 那大家當然反對到底 我先講 如果今天這個議題是保護好人 還是保護壞人 那我想所有人都會毫無意義的選擇 保護好人嗎 誰會想要保護壞人對不對 那所以這題就不用再談了 答案已經定了 可是廢除死刑 他是一個為了要保護壞人 而提出的主張嗎 好像現在很多人都會有這個 誤會嘛 覺得說都是只有這種這個慈悲心 過剩泛濫的人才會去 贊同廢除死刑的主張 但實際上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這是臺灣最老牌的這個 司改團體 提出的訴求裡面 其實關於死刑 他是諸多的司改訴求 當中的其中的一個小題 還有很多其他題目 是關於如何的改善 我們司法的公正性 改善我們司法的公平性 以及我們司法的效率 那我們剛剛前面講過 每一個人對於社會的公益 跟安全都有一份責任 所以我想主張廢除死刑的人 也不會去甩鍋說 好啊 那你們這些主張死刑的人 所有冤案都交給你們救援 那這個有人說死刑犯 帶回家養 那冤案死刑被錯誤執行的賠償金 是不是你加出這種討論方式 其實是非常的非常的幼稚 沒辦法幫助社會進步 沒有建設性 因為你必須要知道 任何制度都有成本 那我們要討論的是說 我們這個社會要接受成本到哪裡 在一個有死刑的社會 大家平心而論 我們必須要面對極少數被錯誤執行死刑的人 我們該如何面對這案件 在一般的這個犯罪事件裡面 受害者 他還有一個可以問責的對象 就是你那個加害者 惡貫滿營最大惡極 可是在錯誤執行 執行案件裡面 江國慶年邁的母親 他找誰討公道 他找誰討公道 在死刑錯誤執行的案子裡面 變成是國家完全沒辦法處理 這一類的錯誤 除了賠錢之外 這個國家沒有任何別的方法 可以處理的 因為他不可能把人 從墳墓裡面放出來 重獲自由 他也不可能把當初 判死刑的法官去槍斃嘛 那這時候怎麼辦 他變成是一個正義的死巷子 死胡同 那所以對於廢除死刑 主張這樣子的人來說 並不是為了要去救這些罪大惡極的壞人 他是希望我們的社會 整體的法治 可以給予一個司法犯錯的時候 還有挽救的空間 沒錯 那對於那些確實是他犯罪 確實是他罪大惡極的 也給予嚴厲的處罰是終身監禁 這是一個同樣嚴厲的處罰 所以第一個 我很認同剛剛婉鈺講的 每一個被害者家屬想要的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如何的 是不是能夠被療癒的途徑也都不一樣 這些社會大眾 應該給予全面的尊重 那回歸到在國會裡面 討論我們的法治 或是在憲法法庭上 討論我們的法治 人當然有感性 我們每個人都有良知 有感受 對於犯罪都厭惡 對於罪大惡極者 我們都希望他能夠得到 最嚴厲的懲罰 只是我們可不可以在討論 什麼是最嚴厲的懲罰之後 加入理性的空間 我想如果廢除死刑 是保護壞人 那現在歐洲應該是全世界最壞的地方 對不對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最喜歡使用死刑的國家 目前世界上還有四個 包括朝鮮 包括中國 包括伊朗 包括俄羅斯 那使用死刑 為這些國家帶來的諸多的公平與正義嗎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理性 我再三強調 不一定要聽我的 不一定要聽誰的 這個可以理性的辯證 而在民主國家 大家應該要聽憲法的 因為尤其是從政的人 從政的人 更應該要去維護 共同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那既然我們現在現存的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之下 有行政立法跟司法 再加考試監察是無權分立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應該是要去透過民主程序 來面對這個非常深刻 而非常困難的議題 所以還是回歸節目一開始講 比死刑存費更重要的是 我們社會能不能夠從這一次司法院 憲法法庭審理這個案件當中 那我們共同按照憲政秩序 來面對這個很艱困的制度性的議題 而且在討論這個議題的過程當中 有更多像完喻跟阿苗剛剛都有講到 理性討論對話的空間 因為我們現在都一直給一個是非二元 跟要跟不要 支持不支持死刑的這個 其實是很 該說狹隘嗎 因為也有人他可能支持死刑 但他也支持不能有冤獄 不能有錯判 但我們給了一個太絕對的選擇是非題 就變得他只能這樣答 然後就很情緒的去支持某一個論點 但我也很好奇說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各方各面的思考 都到了 但是我們要討論 我們今天報導也一直講到民意 八成民意支持死刑 然後我之前有看到關於被執行死刑犯的報道 就是說因為他們不知道哪一天會被執行死刑 所以每一天都很害怕 而有人要到被執行死刑的那一天 就是手腳發軟被拖出來 這種心理上的折磨跟我們講 其實我也覺得終身監禁很折磨 你一輩子都都看得到 你的鏡頭就在那裡 我也覺得很折磨 但是講的這種不知道死刑 哪一天會被執行的折磨 對民意上來說 是一種期待的報復心理 那這種心理 我要怎麼去跟民眾說 其實抱持著這種心理不健康嗎 還是說可以怎麼去跟他們對話 我想提到民意 大家現在在問一個問題 說大法官你十五個人 憑什麼違逆八成的民意 不過回過頭來 司法院大法官這個制度的設計 就是在於行政跟立法 行政跟立法都是人民選出來的 那可是如果只有行政跟立法 沒有司法的話 那萬一多數民意成了多數暴力 那該怎麼辦 所以在憲政制度設計之下 才會有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 兩邊由人民選出來的行政跟立法 同時加持選出了司法院十五位大法官 作為憲政的守護者 所以在這個司法院大法官存在的理由 天生就是為了要防範多數變成多數暴力 所以他要有一個憲法守護者的這個角色 那在個案裡面 剛剛大法官是制度性的 在個案裡面 我們現在也我相信婉玉也是有貢獻 國民法官的制度已經被引進了 現在大家在新聞上看到了 這些這個非常嚴重 很可惡的犯罪 包括剛剛節目中有提到的 這個三重的命案 他都是屬於國民法官審判的案件 而國民法官審判的案件 會有六位國民法官加入加三位的職業法官 共同的來審判 那所以我們也可以繼續的去觀察說 這個國民法官制度之下到底死刑的案件 判決標準會變得如何 因為有的時候大家看媒體報導 跟再加上看法院審理的過程 那個會截然不同 剛才方姐有提到一個 臺南湯姆熊的慘案 這個慘案在媒體一開始報導的時候 是鎖定聚焦在這個加害人 是因為覺得想吃勞飯 所以去犯罪 而且很可惡 他還嗆聲說 反正殺一兩個人 不會被判死刑 引發了非常巨大的民怨跟憤怒 那可是後來在法院審判的過程當中 法院找了心理師跟精神科醫師 去對他做鑑定 以及釐清這所有的過程 發現一個逆轉 這個是專業的心理師跟精神科醫師 發現的逆轉 是說其實這一位 這個很可惡的被告 他本身的路徑是 他一直在求死 在他犯案之前曾經有多次輕生未遂的紀錄 而他最終選擇了一個求死的方式 就是他去犯了一個犯罪 那他希望去做出最刺激的犯罪跟言論 導致他獲得一個死刑判決的結果 因此達成他求死的目標 從原本媒體報導裡面的 他要求生 最後在司法審判的過程當中發現 他真的目的是求死 從原本的這個死刑 沒有執行導致他去犯罪 變成了在司法審判中發現說 原來是他想獲得死刑判決 才去犯罪 那為什麼剛剛提國民法官 就是因為國民法官 你被抽中了這六位一般的百姓 他進去看了整個法庭審判的過程裡面 他也許可以更瞭解說 這個案件全面 整個全面案件是長什麼回事 在每個個案 現在是只要是十年以上的 都是送國民法官審判案件 所以所有的殺人案 他都是屬於國民法官審判案件 那這就跟當初我們二零零五年的時候 把無期徒刑假釋門檻 一口氣從十五年提高到二十五年一樣 二零零五年到現在 都還沒有任何一個適用無期徒刑 新法的人被假釋 到二零三零年才能夠第一張申請單出來 那很多人不知道這個制度改變 還以為說官十幾年就出來 無期徒刑是假的 所以在討論死刑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是基於舊資料 然後因而產生了很恐懼的感覺 好我想剛剛阿苗講的其實蠻清楚的 就是說在通案上 我們的確應該尊重司法的結果 司法大法官釋憲的結果 我覺得這是一個作為公民 或者是民意代表 都應該見到的責任 和尊重我們的憲政體制 但是回到個案上 我認為不只是國民法官 由國民參與這樣子的審判的過程 我更重要的覺得是當事人的心情 當事人的聲音必須被挺檢 老師講在我監督立法院之前 其實我非常深刻的意識到 在我們法庭審理當中 許多被害人是沒有辦法把他的聲音 把他的意見講出來的 其實不論從支持死刑 或是廢除死刑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其實在這個討論的過程裡面 我們都是希望這個國家 變得越來越安全 越來越能夠保障 每一個人的生命安全 然後我們有感覺到 被保護的這種期待 那包括這個阿苗講的 這個很多民意 已經放進這個體制裡面 包括國民法官等等等等的 那也希望透過這樣子的憲法法庭的討論 能夠更增加民眾放棄 這個很抽象的恐懼 來回歸面對這個真實 然後讓我們的國家 可以更往前走 更進步 今天非常謝謝阿苗 跟婉玉來到現場 跟我們討論死刑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再會 阿苏